Everywhere we go Everywhere we go The sunshine Everywhere we go Everywhere we go The sunshine 今次真是史無前提 因為100個香港的 Start-up 一起去出旅程 選擇武漢這個路線 因為就是看到IoT的主題 在武漢那三天 到訪高新區的地方 其實看到學生真是非常優秀 他們大四的時候已經找工作 香港是很缺乏 基電方面的人才 我也非常開心地 看到武漢有十分多 我需要的人才 高新區聽完我們的表述之後 也對我們的公司 非常有興趣 其實我原先不知道江谷這個地方 而江谷那裡我發現 有很多不同的初創企業公司 還有很多不同的孤化機構 帶給我其實是一種文化上的衝擊 我發現原來國內裡的初創企業公司 他們的雀眼點 其實是重於用戶體驗 提高的用戶體驗之後 就將他們自己的應用 或者是一些方案可以普及化 我看到一些企業 其實是在2012年成立 到了2016年 其實他們不單止是 翻了十倍 可能是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 這樣上 對於我一個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很震驚 我只是在天津 你應該會這麼閉嘴 我應該不是說 你應該會做through